斗大的标题写着 现在是时候氧气中美三联合公报了吗 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科前科长鲍士可 投书国会山中报 痛批中国单方面抹去美中对于义中政策的认知差异 强调美方对于台湾国际地位的认可 文莫甚至向拜登政府喊话 宣布义中义台政策 并且恢复美军驻台 鲍士可引用美国前国务卿寄星级回忆录 还原三大公报的谈判现场 美方当时急于与中国交好 不批评中国在国际间的行为 甚至并未就中国对台主张提出挑战 但他重申这并不代表美国承认过 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事实上当时说好 美中双方可以透过声明阐述立场 寄星级也曾说明 美国知晓中国将台湾视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并不代表美国承认这个说法 报是可说明三大公报 单方面而且模糊的策略 导致台海关系长期紧张 被中共拿来扭曲历史 更通过反分裂国家法 作为武力侵犯台湾的法律依据 报是可因此进一步呼吁华府 现在事实后扬起 中美三联合公报 中国侵略的脚步 到了习近平主政时 来到另一个高峰 如今断然宣称 台湾海峡都是中国内海 美国国务院稍早也再度表明 台海一国计法属于国际水域 中共军事动作频频 步步进逼 共计扰台架次 在21日来到今年第三高 美国国务院再度敦促北京 停止胁迫台湾 重申台海和平稳定 是美国持久利益 记者杨洋如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